最近微博上有个话题好像有很多人讨论一下 同事有必要交心吗? 评论分析得头头是到 有评论说即场归即场,朋友归朋友 又有评论说七分保留三分真 还有评论说即场第一生存规则,别拿同事当朋友 有一条评论我印象很深刻,他说 交心?瘋了吗? 如果真的看评论,我会觉得网友不是在讨论即场 而是在讨论修罗场,要不要这么夸张? 我会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复杂吗? 老实说,我会觉得同事和同学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但是不会有人问,同学有必要交心吗? 不会的 可能这个时候就有朋友反驳我说,怎同呢? 同事之间存在利益关系嘛,同学之间就单纯很多了 首先有两个问题 第一,你确定同学之间真的单纯很多? 我也不提平时的那些 我也听不明白,我也没有复杂 这条大题我也不会做 这次我一定效得很差了 真是做小组作业的时候 大家放出来的嘴唸就已经够勾心斗角了 表面上在这里赞你 我觉得嘉峰审美比较好 实际上在这里阴你 不如PPT就交给他来做吧,我负责手资料 那谁想去说PPT? 不如就... 不如就嘉峰说吧 反正的PPT也是他做的 而且在我们这里,他的口才最好嘛 绝对真人真事 重点是什么? 我当时不在场的 我跟他无冤无仇 我连他全名叫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就已经被他杀了 还有那些刚刚分手前任就跟宿友在一起 做什么? 突然之间两个人同时发觉自己喜欢了人家 然后欲坊粉身按耐不住 然后当场告白? 那有挺有趣的 一个不介意对方是自己宿友的前任 一个不介意对方是自己前任的宿友 宿友诚可贵 前任价更高 若为真爱故 两者皆可抛 要不需要这么不顾一切? 要不需要这么真爱? 你说他们两个之前没什么 总之我就不信了 接着就是第二个问题 同时之间的确是存在利益关系 不过也不是冲突得很严重 可能你们想象中的利益关系是 峰峰,努力 只要你谈成这件生意 副经理的位置就是你的 多谢姚总 我会努力的 今次这个计划说一定会做得很好看看 嘶 我看你开心得多久 好,开会 好,开会 各位先生,接下来就让我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的计划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不要看 大家不要看,不要关我事 峰峰,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 你马上跟我走 Locky 是 副经理的位置就由你来坐 好啊 不过大人 时代变了 现在即场还哪有这些情景剧片 大家都是打工仔 哪有这么多利益冲突 你们跟老板的利益冲突更多 说真的 无论是同事还是同学 要不要交心 其实看一样东西就行了 对方是不是战人 不是战人 同事都可以变朋友 变成夫妻也行 是战人 他跟你有亲都不要跟他交心 希望大家以后都可以搞明白 身份不是问题 人品才是问题 最近都少了见面 有什么办法可以多陪你呢? 我想到了 以后我们每晚一起看月之一二 然后同时再看 再转发出去打卡 每晚都有我陪着你 你又陪着我 你说好不好?